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了葉善文三個字 相信大家立刻就會想到 她穴議的歌星, 她先生阿Nem 她離開了樂壇一拍, 現在又回來 今晚她就是我們的嘉賓葉善文 讓我否釋一下她的內心世界 每次看到葉士文 都會被她傻大姐的性格 和燦爛的笑容所吸引 直率、真摯這幾個字 究竟可否完全代表葉士文的性格呢 葉士文, 一個在樂壇 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 她在台北出生, 在家中她是獨女 四歲半的時候 和父母一起移民去加拿大 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她認識了一位演藝圈中人 從此, 她就和演藝圈結下不解之緣 Sally, 我知道明年04年 你加入娛樂圈, 25年了 嚇死我了 斬眼睛很快 我想計清楚是不是真的… 真的25年了 對, 真的25年 我們這個節目是不一樣的時刻 這25年當中有什麼難忘的時刻呢 在娛樂圈? 我想可能結婚最難忘了 但這個不是娛樂圈的 但是… 可能是我第一個演唱會 我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 六歲開始是在廳裡唱歌的 我經常把雜誌的人頭放在那裡 我會一張一張當作觀眾 這樣我會叫我媽媽、爸爸坐下 當作觀眾, 我會做演唱會 所以當時我第一次做演唱會 我不會想到我從小的夢想為神真 真的, 我不會想到這件事 你一出道, 是不是要先唱歌嗎 我是…等等, 我想想 我是先拍戲的 反而先拍戲的, 不是唱歌 其實我是喜歡唱歌 但我沒想到我會唱, 這是我的夢 但我又喜歡演戲 因為我以前看過《功夫》片 《姜大偉》 我第一部電影是《十三台報》 我又很喜歡打電影 其實我第一個想去拍打電影 但可能我太重, 我打不到 真的很笨 第一部電影是別人來拍我 找我拍一間火柴 怎樣找你, 怎樣發掘你 玩這個很長 怎樣發掘你 聽聽 我每一年都會在加拿大回台灣 我都會遇到明星, 我會叫他們簽名 有一年回來的時候, 我去買加雞 當時沒有家鄉, 雞, 炸雞 買完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在電視台 我說, 很久沒見到你 讓我見面, 你見面 我說, 怎麼了? 他說, 有一部電影 本來找林青夏, 他不拍的 我們正在找新人 好像你記得, 但我現在看你 就說, 不行 這麼老實, 不拍 我說, 那不要緊 但我當時也很癢 我說不行, 我讀書 我讀最後一年 後來, 他可能真的找不到 太急了 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可不可以來看看 我都要問我媽媽 因為我家裡不准拍電影 最終就是頭身的娛樂圈 全部都是壯材 我們都很關心林青夏 在那間演唱會 掉進洞裡 我會不會有很多的 在那裡 你不要集中 我都沒有 他會不會去吃 我都會去吃 我都會吃 你會想吃 我會吃 我會吃 你會吃 你會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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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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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oyusz·威hews》 《Joyusz·婦》 《JoyORD政府工作》 《Joy berry kill electrode》 《Joy红 tooth Här》 《Joy millennials》 《Joy плохо museumhood》 《Joy live》 最近你小時候會覺得 很多年紀大的人去 但他們已經70多、80多歲 但現在我們年紀的人都有病 我很害怕 我覺得如果你問的話 也沒有處理方式 不會說你這樣做就可以沒有癌症 或者你這樣做可以沒有癌症 因為我知道有些朋友很健康 什麼都要問, 吃這個好或者吃這個好 我想如果可以儘量傳出這個知識 就是一個注意也好 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去廣告 稍後回來才跟我們的嘉賓 葉仙文繼續聊天 回來第二節的《不一樣的時刻》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Sally、葉仙文 好, 不如說說你吧 由你的童年說起 你很少跟別人說你, 從小時候說話 是嗎? 是, 我很少聽到 好, 我知道你家裡是獨女 是嗎? 這樣你爸爸媽媽一定會疼愛你 太疼愛了 是嗎? 有沒有誇張?有沒有中癌? 誇張得很重要, 中癌症 要什麼又什麼,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可以喜歡做什麼就沒有做什麼 要什麼就什麼, 不可以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管得很緊 管得很嚴重? 很嚴重, 我不准出街 所以我習慣了跟年紀大的人一起玩 因為我家裡很多年紀大的人 你很疼愛你的媽媽, 是嗎? 對, 我外婆, 愛到不得了 家人最疼愛的就是她 對 為什麼? 不知道, 她很可愛 我想到她, 她很有趣 她很小的時候已經… 我外婆永遠都是不想麻煩別人 她永遠都是什麼都可以 什麼人來我們家裡都可以 每天都有最起碼二十幾個人吃飯 我叔叔好, 很多朋友 每個人都想跟我玩 每個人要帶我看電影 每個人要跟我玩啤牌 每個人都要帶我逛街 每個人都要陪我 總之, 很多個叔叔可以玩 但你家裡是一個很開心的家 聽你這樣說的 很開心的, 很開心 你覺得自己很幸運嗎? 對, 很幸運 家人很疼你 對 聽你說, 似乎阿Nam照顧你 比你照顧他多 I don't know 不, 你都忘記了 不, 我不是忘記了 因為有時候… 因為我為主是開心的 其實我的脾氣很差 我家裡的人開心得來 我們每個人都的脾氣很差 一有脾氣就嚇死你 是嗎? 我們整個家裡都是這樣, 很有趣 但沒有脾氣就好像沒事 你不會想到我們的脾氣可以這樣 但一發脾氣… 一發脾氣是嚇死人 我不會扔東西 我不會扔東西, 不… 我怕那些東西會困難 你和阿Nam結婚多久? 八年 八年, 閃眼睛 真的閃眼 對 我最近看報道, 她的子女會否回來 你也會跟她們出去抱一下 沒辦法, 她不看, 我就看 對, 她們要有人陪伴 你和阿Nam相處, 我們知道很好 和她們的子女相處 其實有難度嗎? 最初有, 因為我還沒做過媽媽 而且這不是我的兒子 最初我很害怕, 我想不喜歡我怎麼辦 但她們回來後 其實她們兩個兒子… 坦白說, 她們的媽媽教得很好 她們的底部很好 她們又很害怕阿Nam 很害怕, 很尊重她 她一來就已經震了 已經很害怕阿Nam怎樣… 她們永遠看著阿Nam的臉色 我就… 你想玩什麼? 你想去哪裡? 你想吃什麼? 可以說一下中文嗎? 我教她們, 我媽媽的時候 迫我去做些事情 叫她們結房間 一打開房間, 混亂了 我還沒說, 她們還沒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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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逼得要读书,我会读这两个 可能是一个律师 我可能会心理学多一个律师 但心理学我怕自己学到自己都混乱了 因为我认识很多都是混乱的 我希望你入行二十五年 好好享受 带多些好歌给我们 我很开心跟你聊天 谢谢 我妈妈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做人一定要有责任 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小或者大 一定要讲到做到 所以我从小到大到现在 一定要做事一百分都不够 一定要超过一百分,一百五十分 最起码 我到现在的现质一来都是这样 叶士文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他小时候家里人都很疼他 及后来出来做事 身边的同事、合作的人 或者他结婚后 丈夫的子女 每个人都很喜欢、很疼他 但我想要看Sally本身的人 她是一个很开心、很乐天 很珍爱性情的人 可以感染到每个人都很关心 和很喜欢他 所以真的,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 充满着领袖魅力 亦是大家公认的打工皇帝张永霖 对时下的年轻人有她一套的看法 下星期我们的嘉宾,张永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